北京时间12月5日,爵士主场迎战起财,目前爵士排名西部第七,丽娅拥有三巨头的雷霆。 本赛季,爵士在交易掉当家球星海沃德之后,又迎来一位新星,那就是本赛季最有可能和西门斯争夺最佳新秀的米切尔。 此一,爵士与其财最大分差拉大到40,在主场制造了一场惨案,主导者正式球队一年级新盛米切尔。 上半场,爵士就在主场碾压其财,其财半场得分仅为30分,在沃尔未上场的情况下,比尔本场比赛手感冰凉,15头4重,而爵士在第二节得分就达到35分。 比赛第二节,卢比奥送出妙传,米切尔爆扣得手,在主场肆虐篮区,队友起身为他叫好,此时的奇财俨然像直露了契儿的皮球,进攻法力,防守松懈。 随后,米切尔一人直刀虎血,一股千里走单季的气势,让奇财四名防守球员都惊呆了,他赢着四名防守球员上篮命中。 今天奇财的表现完全不像东部第六名的水准。 下半场,绝世将分差越拉越大,比赛也早早进入到垃圾时间,此时的米切尔却依旧火力全开,连续两季外线三分球命中,让奇财毫无骇手之力。 此一,米切尔贡献了21分。 这位13顺位的新秀虽然在本赛季开始阶段名声不如球哥和富尔斯那样大噪,也不如西蒙斯表现那般强劲。 但,是在经历了短暂适应之后,米切尔越发找到比赛感觉。 上一场对阵提湖的比赛,他一人砍下全队最高的41分。 这也是NBA历史上新秀的分纪录,帮助球队114比108战胜提湖。 中场前,两队比分较早,面对更加老道的考新斯,米切尔却爆发出新生代的力量。 他赢着考新斯上篮命中,从提湖的防守中窜出,帮助球队领先对手。 关键时刻,又是米切尔沾了出来,面对对方的飞升防守。 他二一打成,此时这位年仅21岁的新秀也兴奋起来。 他振臂怒吼,与队友疯狂起掌庆祝。 在对阵提湖的比赛中,农梅哥因伤退场,米切尔3分球12投。 六中,投篮25投13中,会爆的手感在考新斯面前展现出一股出声牛犊不怕虎的气势。 41分的数据也足以让他有了与西门斯PK的资本。 看过这场比赛之后,你还能够笃定西门斯会是本赛季最佳新秀的想法吗? 一直以来,军事球队风格以强悍不服输著称。 无论球队落后多少分,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也绝不放弃。 本赛季在众球星纷纷抱团的情况下,爵士的前当家球星海沃德出走绿山军。 没有巨星的爵士似乎有些星光黯淡,但是这并不影响着他的发挥。 选中顺位13号星秀米切尔。 这位来自康涅迪格州的21岁少年,在今年众星云级的星秀中并未引起人门的过多关注。 但是在近期几场比赛过后,他用实力证明自己并不必热门星秀差。 毕竟他场军21,8分的火爆表现完全高出球哥的场军8,7分。 值得一提的是,米切尔是首轮13顺位。 当年科比也是首轮13顺位被球队选中。 Emily 4. 6. 6. 7. 7.